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文化 虽然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帝国 政治生活充满了粗鄙、矫情和野心 但在思想文化方面 在人们对技术进步、欢欣、雀跃、充满信心之中 在自然阶级对国内外形势可能发生巨变 那挥之不去的担心之中 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卡尔·马克斯、希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 对世人长期以来作为真理而接受的一系列信念 给予了革命性的颠覆 在视觉艺术领域 阿道夫·蒙塞尔以菲特列大帝和威廉一世的宫廷为题材 创作的古典派绘画作品赢得了公众的普遍好评 而抽象派艺术家却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提出了挑战 在建筑领域 以彼得·贝伦斯、阿尔伯雷德·梅塞尔、路德维希·霍夫曼等人的功能理性主义思想占据上风 创立了现代建筑学派的原则和规范 他们挫败了艺术学派的攻击 事实很快证明后者只不过是一种装饰风格而已 纵使是现代建筑学派不久便自动归影 仍然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支持 而以艾利西·蒙德尔松在柏林建造的爱因斯坦塔为代表的印象派建筑 则由于过于精英化、旧式和压抑而无法获得欢迎 此后的建筑风格 强调运用新技术和实用 排斥虚假的装饰 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在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中 布拉姆斯可谓最后一位大师 布拉姆斯1833年生于汉堡 1862年迁居维也纳 1897年在那里逝世 当他年仅20岁时 苏曼便赞誉他是一位天才 但直到其创作的《德意志追思曲》 在1869年首演后 他才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在音乐领域 布拉姆斯持保守倾向 强烈的批评 李斯特、瓦格纳等人的新音乐 他一身著作盛风 举其要则有 四部交响乐 四部携奏曲 以及室内乐、歌曲等等 都是古典音乐殿堂中的杰作 至于瓦格纳音乐学派 在薰伯格于1909年出版了三部钢琴曲后 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而新维也纳学派则以左手无调性的实验 并将为音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文学领域尚存现实主义 但其社调已发生变化 特奥多、冯塔纳 虽然在其大师级的作品 爱飞、布利斯特等宗抨击了普鲁士社会 却又深深地依附于他 相信他有能力对自身进行改造 而托马斯曼并没有如此的乐观 他用犀利的笔触 绘制了一副令人难以忘怀的画作 主题便是不可救药的腐败社会 格尔哈特·霍普特曼的社会批判戏剧 深深地震撼了德国中产阶级 他也因此众望所归地获得了 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进而成为为马共和国的桂冠诗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 横空出世 用他那洋溢着利与美的预言体文字 把同时代那种谨小慎微和焦虑不安心理 一扫而空 尼采对数千年的谎言提出了挑战 千百年来作为哲学根基的一切 都成为他的抨击对象 理性、宗教、民主 甚至人类社会的美德 在他的笔下都成为虚妄 随着他寓意变得狂放不济 尼采大声疾呼要出现新的英雄 即抛弃了传统上一切与生俱来的垃圾的金发野兽 预言 这代新人将在新世界的废墟上建造一个新的世界 尼采的学说充满了惊世骇俗的非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 而他的思想的继承者们将对这个世界带来更彻底的损毁 与尼采不同 被称作现实社会学鼻祖的马克思韦伯 却是一位严格的理性主义者 同时他认为 社会科学从来不曾起到支持价值判断的作用 经验科学并不能教导一个人他应该做什么 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 以及在某种情况下让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韦伯认为 科学基于责任伦理 通向妥协和理解 而政治则基于信念伦理 通向分裂与对质 作为一位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 韦伯在其科学著作中提出的基本价值观 是他对德意志民族国家需求的理解 以及他对资产积极社会伦理道德的坚定信心